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灭祖 十恶不赦 若非亲眼所见 老夫死都不信 世上竟有这般令人发指之徒 老夫死都不赦 久闻不如一见了 不愧是花大侠 了不得 慢 花某携徒弟借道火土镇 望守备大人赏条辟路 无等绝无搅扰之心 只怕尔等贼心不止这一条路吧 也不止这火土镇 而在我大清江山 区区几条刀枪 就来花某剑下临死 实在自不谅 师父 师兄 你怎如此大逆不道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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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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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别动 我 别动 我 我 好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来 永乐帝由香北转来那单货 现在何处 昨夜以安邸活土镇 交与我爹爹手中 师父 尽管放心 带爹爹来了 就与师父定夺其用 听说 有七八车 整整十车全是宝贝 然后吗 都听说 老师 有七八车 有七八车 就是 也是 有七八典 又是吓你 也就不吓你 一口吓你 太车了 乖 其实是 这 嗯 请君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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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入关 君入关 爹爹若真是老眼后发迷了路 怕是连问路的都寻不着 叔子这样说你爹爹 启兵启兵 殊不知清君人有多高 马有多壮 师叔 竹水哥 大雪不好了 怎么回事啊 够了爹 你快去路后探着 看看清平是否跟来 好好好 果真如此 爹爹 爹爹无难 不去岂不等死 出此大事 朕上必定满世清明 你去岂不送死 爹爹 回去吧 您估访幽黄 花煮水 花煮水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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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苦练火云掌 茶饭不尽 徒儿为了给你下毒 也不得不费点心思 好在 师父这口话没 谁 始终没戒掉 你在这棋子上 毒了什么 中了七步断魂草 毒血攻心 师父 你还是少说话为好 难道你爹爹 也是被你出卖 尤其这等废话 更要少说 畜生 爹爹和师父真是害人害己 两个老朽口口声声反清复明 你们可知道这罪过 当诸九族啊 不用说师父的家眷了 就连你那随从狗老爹 都在官兵击捕之列 童儿乃是被逼无奈啊 你自保世家 想侵占的石车钱财才是真 我的家人与此事无关 莫要牵连他们 这可真由不得徒儿 乌尔迟片刻极道 千步千连 那得看他守备大人的心情 莫 事已至此 多言也无用 朱水 今天 看在师徒十年感情上 你 意见送未师上路 莫让未师遭到清兵修辱 来 来啊 也罢 徒儿 谨遵师 命 师父 一路走好 师父 你真是愚勇 用命来换这一掌 你可知道 你的狗命 也在我这一掌 霍云昌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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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距今已有三年 可花竹水那脸 尤其他那笑 始终在我眼前 有道是 饥不可逝 失不再来 错失那回后 老夫是终日懊悔 旁人怕死是因贪生 可老夫怕死 只应无言去见 我家老爷的冤魂哪 哥老爹莫要为往事兼伴 开你的铺子做你的狗肉 平静度日岂不悠哉 至于花竹水 它在你心中既已成了魔 你自然懂得不得 何必为难自己 所以老夫特来夜会梅公子 恳请公子出手 了除此魔 哥老爹知道夜深就好 老夫深知 梅公子所从之事 梅花飘过 人头落地 千两银子 一条性命 传言而已 怎可当真 高老爹请回吧 梅公子 梅公子 只要出手相助 就是两千两老夫也能出得起 切花中水中了火云掌内力大亏 只能隐藏在西郊他那座客栈里 梅公子 梅公子 老夫愿以死相求 都说梅公子行侠仗义 难道 你就任由恶人招摇过世 难道 你就眼看着老夫来自行了断吗 也罢 也罢 来 美宫自豪生谢信 老夫 多有 多有 搅扰了 多有 就算吃这粉 évidemment 看只是�czy本 во防徹 多有点紧张 那个肩磁道 那上深 Federation 我是可以很个人 写字那个 你可是方圆百里第一高手梅武 好大的名号 我乃西域万里武林至尊 特来与你比武 不知你可有这胆量 讨厌 人家姑娘的胭脂都是红的 就你老给我点黑的 不该 哥 你怎么成天不务正业啊 我哪有什么正业 哥的正业 那可了不得 你再这么琴棋书画荒废下去 改名得了 没用 要再这么调皮下去 我看也得改名了 叫什么梅林呢 干脆叫梅正行吧 谁说我梅正行啊 我要继承你的事业 做个关中第一女刺客 别瞎说 没准我真的接了一单买卖 没准人家请我去刺的那位 还是个江湖高人 没准我就是怕有去无回 才来看看哥哥 已了牵挂 别再开这种玩笑了 哥 请你喝壶酒怎样 不喝 不问我要银子就不错了 还请我喝酒 有这样的好事 我有钱 没准我真的接了单行刺买卖 收了人家定金 不许和我开这样的玩笑 去西郊内家客栈如何 听说那儿的酒不错 你可知道 那儿的主人是谁 听说老板姓花 听说老板姓花 哥啊 走吧 驾 驾 驾 六六五 学员 里边酒 学员 里边酒 六六六 来 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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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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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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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我会吧 这好 我未经动 看rig 八匹马呀 去一个桥啊 溜溜溜 这下楼 a 儿子 Doesn't 下去 里面多喝点 走拍 走 怎回事啊 要不咱们换楼上 不吃了 可以 走走走 鸡 again 贝子 小二 唱酒 今儿爷爷有钱 你这还不够还债的 什么 酒钱总够吧 够今儿就行 上碗酒 好好好 叫花珠水出来 爷爷你是常客了 你还不知道吗 我一年都见不到他一回 花珠水如初不出来救我 我踏了他的客栈 听见没有 快点 冲子 是权林若瑟什么好汉 逃到这里干什么 是不是要找那些花子给你撑药 我才没逃呢 刚才我打腻了 过来喝壶酒 继续和你打 也行 等你喝完这壶再送你借严望 来 少废话 坐我眼皮你也好 滚过来 那可说好了 喝完了再动手 我说姑娘 你为啥老看着我 谁看你呀 我是觉得你这顶帽子实在碍眼 算了 你还是带着吧 赵总 这金钱书为乃新朝雅正 你们鹅官伯代为王国漏规 朝廷有旨 发顶大于一钱便是康上 还有啊 看见吗 小便穿不过铜钱孔 也是康上 年兄 我看你这头发不止穿前眼的 还能穿真眼 不过任上线 先扮着裤裆方上 娘娘娘出来 出来比划于花 じめzil 째 这是不容易 我说过 喝完就打的 都看见了啊 我这狐狸一地都不剩了 怎么呢 你什么怎么呀 我说你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怎么样 你怎么怎么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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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 好内力呀 又打架了 哥 去看看 回来 等等他在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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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 拿一盆吃不饭 发生来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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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忠忠 咱俩就此一决高相 要是你输了 就把盘争还给我 走 左爷 看太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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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一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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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快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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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说啥嘞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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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账 老子喝顿酒都不得 哪里个不懂事的秃子 又撞门又武剑 戒二连三搅我好梦 我在路上 背着疯子 偷偷盘着 追踏到此 没留意前没在 打扰了啊 哼 你这疯子 为何偷巧人家钱财 关你鸟事 快点 来 这疯子就下边玩了 是啊 是呀 一路找我走了 如此狂妄 来我这闹事 你这疯子 平日白吃白喝也便罢了 却还三天两头 招惹是非 这疯子虽然泼皮 却也是我的常客 两位何故非取他性命 他若拿了你们钱财 我替他赔罪 为他还上便是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是何人 我是这间客栈的主人 你 走 你 看见了吗 人家和你不是一路 你这忘恩负义的疯子 他就是那花 什么水 花珠水 花大侠终于肯现身了 真是泪煞窝的 你们到底来做什么 来要你的命 莫怕 咱人齐手 一鼓作气将他拿下 回去领赏 这花枣才得出来 这花枣朵 果然了得 来 这花枣朵 干什么 我收养 怎样 快 兔子 等多现 快动手啊 来 花子乡 手下留情 我也是受人指使 何人要你们杀我 我也是一时糊涂 昨日路过火土镇 确实被那疯子偷牢盘着 我追讨他却耍赖 带我去了什么天马赌局 那有个姓巫的贝勒 说我若随老头和疯子 一到来刺杀花大侠便有少钱 他说只要能碰你一下 就能差五十两呢 那若是杀了我呢 那能少二百两 我句句实话 望花大侠手下留情了 方才你为何不下手 我与你并无过节 再说一多其少 也不是我无悔所为 倒是条汉子 花大侠饶命 公子 请恕在下多言 这般听起来也算有些隐情 况且他已然服输 又何必赶尽杀绝 公子方才不是说 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明儿 好 这位兄台 依在下看来 这秃子武功虽现火候 但剑法招式还算规矩 不像方才那位老者般 那么阴毒 我看 他算不上什么刺客 对啊 多谢两位救命之恩 多谢 对 学什么不好 非学人家做刺客 你既然丢了盘缠 先填跑肚子再做打算吧 乖 好 这里看似时常死人 咱也无人报官 报官便是对花竹水不利 他就与子弟势力自然不小 谁会为了几两赏银 去得罪他 可来杀他的人又是为何 怎么了 竹水哥 奴家听说有人来闹客栈 小妹莫怕 我岂能有事 是 方才你在客栈说手痒 你是要出手助花竹水 非亲非故帮他做甚 那是为何 没准花竹水便是我要赐之人 没准我是不愿意让旁人抢了生意 我 我早说过 不许你再开这段玩笑 我没开玩笑 你 趁早给我断了这个念头 梅家绝不许再有人做这种事情 你凭什么打我 殿娘死后你哪里管过我 就知道做你的刺客 那些年 你杀了多少人啊 他们都是罪有应得 现在你杀人杀累了 做刺客做眷了 才想起还有个妹妹啊 凌儿 为兄 你想为谁的兄 你配做谁的哥 梅巫你记住 梅林十年前找不到哥哥 十年后也不需要哥哥 凌儿 凌儿 听哥一句话吧 否则你会惹祸上身的 惹祸也惹不到你的头上 死 我也不会死在你的眼前 快 竹水哥 这实在太破旧了 你还是搬到客房睡吧 我一个人住惯了 奴家给竹水哥熬了碗热汤 竹水哥趁热喝 嗯 小妹 今日之事让你受惊了 跟着竹水哥三年 这种场面也见惯了 坠赶苏疯子大闹客栈 引我出手 这伎俩乃是金星社稷 如果真如那秃子所言 红尔赤倒是有着心计 不过他这等贝勒 早已被废了绝号 卸了兵权 只能终日引在赌局妓院 绝没这胆量来赐我 母家只替竹水哥担心 竹水哥没事就好 小妹 去睡吧 嗯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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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睡觉 我开车 给热汤 去睡觉 吧 兔子 开车 靄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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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何人 为何刺我 卓水哥 什么声响 许是强贼吧 快 灵儿 把油花喝下去 快 灵儿 哥 我说错一句话 我 我说死 我也不会死在你的眼前 别瞎说 这点烧 没关系 你以前做刺客的时候 当地刺过多少人 他们真的都是恶人吗 对 郝妹妹 可刺的都是恶人 那就好 告诉客人 当今是谁 请你去刺花竹水 花竹水身边真是 一云了热 当今是谁 请你刺的 被割言中了 我自己惹火伤势 我自己惹火伤势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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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灵儿 地灵儿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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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 南院 得ные 灵儿 两位对我有救命之恩 如今 梅 梅林少侠预认了不测 我定不能坐视不理啊 我误会虽曾怕死讨饶我 但绝非贪生小人 知恩突破 之前我也闯下一些名头 但就是不知少侠是 遭扰何人毒手 令儿 听个一句话 否则你会惹祸上身的 我惹祸也惹不到你头上 死 我也不愧死在你眼前 吴会甚至能伤梅少侠的 一定武功抄群 以我的武功说句替他报仇 怕您笑话 但无论如何 我也能帮您想忙吧 那日你说 是守信乌的知识去赐华珠水 没错 正是那个天马赌局乌尔赤 灿上升 疯子啊 疯子啊 只要跟着我啊 保你有吃有喝 有女人 只要能杀花竹水 别说这鸡腿啊 是啊 那到客栈 我拿一半给你都去 废了爷 废了爷 这位公子他直网离闯 非要给你请安 去去去 都下去 守备大人 别来无恙 什么守备啊 眼下已然庶民一个 与公子无异 久不见梅公子甚是想念 请 请 疯子 你也在 看我不把你皮成八八 别管这哥儿俩 我为公子白酒叙旧 西域穷江 一潭便值百两银子 好酒 难怪这么两潭酒 就得花煮水一条命了 莫非 梅公子也对花煮水感兴趣 三年前别说是杀花煮水 我杀他爹花无青 也像碾死之跳蚤 所以三年以来 贝勒爷始终了不绝 这块心病 仍不停请人赐花煮水 可惜肚子也不得不用个倾字 毒尔滚一死 顺治帝就卸了 我们贝子的爵位兵权 如今沙花毒水 也不得不用个倾字 所以贝勒爷就醒了梅林 梅林 可是你家小妹 你家小妹 几年前有幸一见 真是天生丽质 他近来可好 还好 话又说回来了 要想请梅家出手 我也得请公子你呀 只是听闻公子挂剑两年 恐怕情也请不动 就一族贝勒爷安静 在下告辞 瞒着 梅公子此行 就是为打听花煮水 贝勒爷 在下没有别的事情 就不能来给您请安了吗 当然可以 恐怕公子来得甚是安然 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就不愿意 既然贝勒爷 知道我已挂钱历史 不再做这等买卖 又为何要苦苦相逼呢 为难梅公子 这点人数哪够 不闷公子 不但你所饮着酒中 画了七部断荤草 就连你这酒杯 我都涂了蝉雏油 解药我倒是有 你若不答应这一单 恐怕 就是自己为难自己了 只要公子肯杀花煮水 事成之后 奉银五千两 花煮水那十车财宝 就值区区五千两吗 贝勒爷 不去京城讨风绝领赏地 甘愿留在火土镇 做个庶民 不就是为了花煮水 那些财宝吗 整整十车 相比绝不止万两棵树吧 贝勒爷 滚 胖子爷 原来梅公子也是贪图 花煮水的财宝 也罢 既然公子开口 我也痛快 如若你真能杀花煮水 得了财宝我们二八分账 我若是不答应啊 你刚才喝了三杯 我告诉你 就我这毒酒 一杯下去就 你这杯点呢 我的眼睛啊 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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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啊 贝个屁啊 快找紧要啊 贝勒爷啊 你可抓点紧 还有万个事 快点 没我 你等着 我的眼睛啊 梅公子 是 公子不欢迎奴家 富贵客栈 老板娘 花夫人请回吧 也罢 我来 是想跟公子谈胆买卖的 夫人除了开店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 送上门的生意吗 公子若有意 我也乐意奉陪 我想请你杀花煮水 夫人为何要 谋害亲夫 因为 他不但是个恶人 还是个阉人 三年前 花煮水以他爹爹密谋起兵返卿 可他因为受不了奔波逃命之劳苦 最终投了朝廷 出卖他爹爹 更亲手杀死他师父 此事 在下倒是有所耳闻 后来的事 公子怕是不知 花煮水 被认作是前朝之后 一直未得当朝重用 他为了加官禁绝 无忌可施之下 竟挥刀自燕 朝廷念他自断前朝香火 虽在京城给他封绝赏地 可他自言之事在京城早已传开 他自知待不下去 便回了火土镇 因为这里 知晓他往事的人 早被他杀得一个不舍 他为了掩忍耳目 他为了掩忍耳目 就将我抓来作妾 有这倒是 花煮水 表面温和随善 实际上喜怒无常 有的时候 更是心如蛇蟹 他因不能与我刑罚而激活云心 想尽办法折磨我 其用心之阴毒 我实在无言向公子提起 所以你 像沙滑住水 所以你 请了梅林 梅林 我自知你武功最好 何须找旁人 公子 花煮水 曾中过火云掌 所以每月十五 都须做汤浸药 那个时候 他武功最弱 所以月圆之时 正是公子下手之计 事成之后 再服公子一千两 待公子杀了花煮水之后 若不嫌弃奴家 奴家愿终身服侍公子 妃 莫叫夫人 白天举止长堂 想不到入了夜 也如此风流 不认识 公子 您 朕律所 休得到此 你来干什么 只要能办在恩人左右 就是做个家丁 我也愿意 那正好 我这儿缺一个门童 你帮我好好守着这个院子 我点了它的税穴 两个时辰后穴道会自然解开 到时候你把他送回客栈 公子尽管放心 这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不需要我再交代吧 不用不用 我心里你跟我说 小娘子 大爷我来了 用不用我给你暖暖被窝 公子 我过来看看小娘子 别踹了被子 皱了凉 还行 没踹 没公子 您慢用啊 没公子 您稍等 老夫热就给您天壶热酒 没公子 请留步 没公子 哪能用得了这么些啊 别说是一壶九亿筋肉 这 连我棒个铺子都能买下了 你还是收回去吧 拿着吧 狗老爹 这次不能 往后许时没机会了 我此花珠水 若是失了手 这个 就送给你了 多谢公子 多谢公子 仗义相助 明天我就把千两银子送到府上 明儿一早我就送去 回去吧 那银子 已经有人替你出了 哥 我说错一句话 我说 就是死 也不会死在您眼前 是谁 请你去此花珠水 到底是谁 哥 花珠水身边 真是一云疗伤 公子也知道 那个姓苏的是个疯癫破皮 昨晚在赌局 我搭上条裤子才逮住他 审了他半天 一会儿说花珠水 逼死他娘子 一会儿说 乌尔赤隐诺了他 只要杀了花珠水 便将娘子还给他 我看他全是湖州 他那穷样 哪儿会讨什么娘子 是吧 我对这疯子 倒早有人问 他本名苏精明 有些身手 娶过个知书达理的女子 谁料后来 他沉溺赌博 被沃尔赤涉局 赢光了钱财房产 他不服输 莫了将他娘子下作补助 既是沃尔赤涉的局 他自然还是赢不了啊 可他娘子哪里看错 被沃尔赤接去的当晚 便去了短界 从那以后 他便落下方钉 成天东偷西台 有如丧下之血 最终走投无路 反忧投靠了沃尔赤 后来呢 沃尔赤留他在身边 当作打手 整天用一根绳子 拴住他的脖子 给换肉 他就能去杀人卖命 公子 今天已经十五 就是花如水做汤禁药之日 公子你刺杀他的事 准备得怎么样 你看 这胭脂够红了吧 够 我去刺花珠水 不需要什么准备 只有一事劳烦吴大侠 好 如果我遇到不测 就请你把我埋在他的身边 对 嗯 公子 你登陋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别哭了 别哭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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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来吧 是 来 来 让你娘 跟我们走得了啊 我们走得了 走吧 走吧 住手 哪儿来的兔子耍一封 就是啊 给我闭嘴 试试兔子 光天化二下 在这儿欺负梁家母女 娘 你醒醒 现在想走 未免太迟了吧 娘 这年头 心不可前事的 谁都不是的 一群废物 下一边去 雷公子 阴魂不散的 走到哪儿都能遇上 若你还想与我一道 对付花竹水 就莫管此等闲事 你保护的 可是我的人 那你换他一声 看他是否跟你一起走 少废话 既知识废话何必多言 咱们拳脚上剑高低 前日领教了 梅公子手气不错 伤了我一只眼 虽说 这输赢在所难免 但是梅公子 未免赢得太多了吧 既然乌贝勒 开了这个口 区区几两碎银而已 在下愿意奉送 嫌少是吗 在下这儿还有几两 快 快 谢他胳膊 赏银百两 谢他大腿 赏银千两 谁 赏银百两 娘 来 莫巴 闭上眼 五中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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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and , 哎呀. tools. Tok. 哎呀.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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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 太好了 走吧 走 走 公主 你们从哪里来 来糊涂朕做什么 这是你娘吗 你娘说了 别的事不许告诉别人 你真聪明 公主 朕母女俩就不用我来照顾了吧 死你 公主 物会愿与你一同前往 也好 也好 公子缘何至此 问你讨债 此话怎讲 还我小妹一条命来 你小妹 那夜在客栈是她来赐我 我只是被逼无奈 我只是被逼无奈 我只是在客栈 感谢壮士出手相救 花间 快来谢恩 你叫她什么 奴家陈妙心 这是小女花间 我携她来火土镇 是要寻我夫君的 她姓花 那你男人应该也姓花 叫花什么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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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露水大 坏了 公子 你可记得我们今日所救之人 那对母女 对啊 你可知道 她们是谁的妻女 谁的妻女 谁的妻女 花露水深知仇家不少 自从有了花间 她便将这母女俩 送去乡下引了起来 每隔半年才相聚一次 可就在半个月前 花嫂嫂接到朱香手书 说花露水染了伤寒 这样她便带着女儿怀着身孕 赶来探望 她们刚一到火土镇 便遇上乌尔赤 我还听说 那朱香哪是花露水的妾 三年前她就无家可归 花露水好心将她收留 还把客栈交与她打理 想必啊 这朱香与吾尔赤 早有勾结 将那母女骗来 交由她携走 且花露水乃阉人之说 纯属撒谎 要不 花嫂嫂哪来两个月深月 她们想要用此二人 去要求花露水求犯 我只是有一点不明 吾尔赤也好 朱香也望 既知花露水武功了得 为何还要处心剧烈暗算她 因为她们在意的 根本不是花露水那条命 她们在意的是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 什么荣华富贵 公子 若你不变 此事我就向花嫂子说清 说什么 说她夫君 枉死在我的肩下 可这怪不得你呀公子 多谢梅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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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替这世上除去此贼 你替老夫除了此魔 连我的后人 都不会忘记你的 大恩大德啊 梅公子 多谢了 好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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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公子 你做刺客那么多年 杀过多少人啊 她们 都是罪有营德 来 快起来 梅公子 昭食喝了不少啊 你看看 连箭都不要了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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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儿 我有话对你娘说 你娘呢 我娘去见我爹爹了 什么 湘姨来过 说爹爹提早回来 娘就急着跟他去了 那你为什么没去 我看书工不舒服 想留下照顾 娘也答应了 梅叔工 别过来 梅儿 梅儿 这汤是谁熬的 是相爷熬的 他说了多次 一定要梅叔工趁热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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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儿 快尝尝睡 无论听到什么动静 都不要出门 听话 不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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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何处研究 找得我好苦 客栈我也去了 四处有乌尔赤里的人把守 我不便接近 再说 这都什么节骨眼了 你还醉成这样 公子 你中毒了 多谢湖大侠这场 好 吴大侠 在 你如愿同我一起前往 这一战想必凶多几手 如果吴大侠现在离开 眉毛绝不会有怨言 直到一场珍重 嗨 公子 你可知道 我等这一战也等好久了 就算遇到不测 也心甘休愿随公子 功赴皇权 娘子 如今你夫君花煮水 一命丧皇权 你何不通通快快地从啊 省得废尸 来 来 什么人 什么人 娘子 来吧 小二 少九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看你看我忘了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乃是见不得人的 你别得寸进尺 不须多识 我的人便会把客栈 围得严严实实 到那时 莫怪我不讲情面 不对吧 贝勒爷 你的人既是来寻宝 为何不先下这围墙 怎么还会等你 哦 你看 我又忘了 嗯 咱们乌贝勒那可是 才色双全的人 更何况这两样现在 都尽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 贝勒爷 急什么 你的仇人又不是我 花珠是一死 除了你 我没有演讲 不对吧 贝勒爷 在下看来 你的仇人何止一两个呢 对吗 苏大侠 疯子 你可看清了 当年你娘子 可是这样被他欺凌致死的 当年若不是他社局 骗走你娘子 我那小侍值 如今也有两岁了吧 放屁 他娘子自询短见 于我何干 疯子 你好好想想 这些年你吃的喝的 可都是我给你的 对呀 苏大侠 他这般善待你 不正是因为逼死你娘子 有愧于你吗 你可别被这两个人挑拨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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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 女子 你可够东西 你敢咬我 嫂嫂 嫂嫂 你来照顾她 啊 小心 苏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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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 这 这是 知道吗 无悔 这才是我们真正有地方的人 姑娘 这么晚了还不歇息 奴家特来送公子去一个好地方喝酒 往后公子想喝多少都行 就怕这罪难再醒了 你这小梁子真是歹毒 这 居然用 安器伤人 你贪图花珠水的财宝 最后也不放过她的妻女 实在是太阴毒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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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好 公子 不必你动手 了解这个贱妇 我一双钱都足够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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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哪哪哪用 你 拿手 枢图 公子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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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在此遇上梅公子 老夫甚喜啊 高老爹如今也算得偿所愿了 梅公子 还是悟道得晚了些 当我看到你的手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那根本不是什么剑伤 而是因为炼暗器经落乍气 所以我看一直说谎的 就是你 而三年前的情形 也绝非如你所说的那样 三年前我家老爷林邝 得知有石车财宝 由南鸣转来火土镇 交予花巫卿花珠水父子手中 他便心生贪念 为独吞财宝 林邝先是买通花巫卿的亲信 令花巫卿葬身十刃手背的乌尔赤刀下 随即林邝还想对花珠水下手 不料花巫卿虽身中火庸掌 却还是反将林邝一见了结 而狗老爹 当时就在那废园外 听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更是将那石车财宝 牢记于心 你联手乌尔赤 三年间费尽心机 预置花珠水于死地 未骗我出手行刺 你更是颠倒黑白 将花珠水污蔑为林邝那般 十恶不赦之徒 香儿 在 义父 梅公子 吴大侠是我们的同道 要不是他们出手相助 杀死花珠水 焉有我们的今天 谁是你的同道 你刚才叫他什么 义父 老狗头这般疑狠毒辣 你却这么听命于他 岂不是认真做父 义父将我从小养大 我不听他的 难不成要听你的 我不信杀你这个义父 即便死在你手上 我也算对得起义父 来啊 你 香儿 不得无礼 怎可如此冒犯吴大侠 张嘴 是 义父 你不是人 他都说了 只听命于我 就算让他去死 他也心甘情愿 花珠水已死 留他也是无用 香儿 你已惹怒了吴大侠 还不以死谢罪 是 义父 你 你好糊涂啊 你口口声声 换他做义父 可他竟如此 接待你 接待你的性命 勾头 有什么机关冲我来 莫再等猪姑娘 小侍 是 卢雀针 得罪了吴大侠 香儿不负我厚望 自幼习武 更是得了我银针的要绝 花珠水 不知我身世 将我留于身旁 只可惜 这三年 我始终未寻得刺他之计 不过倒让我发现 当年从南明转来的珍宝 就被他藏在客栈 今日能看到花珠水死 也着实感激梅公子 梅公子 拾食物者为俊杰 望你好自为之 莫要插手我师门私愿 不过公子莫要担心 既然乌尔赤 曾允诺于公子 老夫自会守信 寻到宝物八二作分 别说十二 就算是八 我也不会在乎 老夫不得不替公子担心哪 寡重分明所差悬殊 你何与老夫为敌呀 只要有我在 你就休想得者 来 如此狂妄 又在我这闹事 还算你有良心 你 我梅子 托狗老爹的福 你明明 明明 你明明看到我被刺 对吗 你们 你们俩 你以为我和梅公子见面 应是仇人相遇 分外眼红 好 狗老爹 你担心 我不愿出手来刺花大侠 便免守乌尔赤 又骗梅林前来行刺 然后 暗中射出银针杀的 只可惜 那夜我赶到客栈 还是迟了一步 你深知你的银针伤不了我 就对梅林下毒手 你想把我妹妹的死 嫁活给花大侠 为的是引我 出手报仇 可是你并没有想到 那一夜 我见过乌尔赤 朱香 和你之后 还去了一住 我与花大侠会面后 都觉得梅林死得蹊跷 为查出究竟是谁 对梅林下手 我们商议 我假意再去自答 行刺那日 我二人都料到你 我必会赶往做汤 必将亲眼看见花大侠死 不过狗老爹看到的 只是我与梅公子 联手的一出戏 为了助梅公子 寻出仇人 我还呛了几口水 都是我考虑不周 不知道花大侠水性这么差 哪里哪里 分明是我的问题 在下还得感谢花大侠 杜虚羞辱老夫 说到头还是你狗老爹不对 狗老爹 林矿卫独吞财宝 不敢惊动旁人 没想到他死了 你却不甘心 三番五次来这儿搅扰 还滥杀无辜 这回可是一了百了 自己的命也得留下了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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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老狗啊 老狗 你说你是自行了结 还是请我们二位帮忙 花大侠 花大侠 稍等一下 我还有一事要问问狗老爹 好 梅公子先请 你那密制的卤狗的配方 藏哪里了 混账 多谢二位 舍命相助 这些人憋了三年来挖我的宝贝 如今死在这对宝贝旁 也算了了心愿 你的宝贝当真就在附近 三年前 中原抗清各部 均被镇压 清兵攻下相跪 围了前殿 南明诸将剑士 纷纷率不脱离 永利帝剑孤里无援 便将石车火药 共一万六千斤 运来火土镇交于爹爹手中 让爹爹与师父联手起兵 为复明再做一搏 依旧南明备为之急 爹爹与我未掩然耳目 便戏称这些火药为宝贝 封藏在客栈这池水下 不想爹爹死后 石车火药 竟被真的误传为珍宝 如我所言 因无数人 相继为荣华而来 为富贵而死 清军 自从入关以来 为面前党残世 安置替罚义父 因得众人皆有复明之急 可自从多尔滚死后 顺致为安抚民心 废除了朱王贝勒 礼政的旧礼 废除全帝 百姓终于有了 休养生息之急 同时他还放宽逃人法 如花大侠这般 前朝之后 都不许再为逃命 而颠沛流离 看着社稷建派 百姓建安 我反复思量之下 实在不愿为这一颗 富明之心 在前战乱 令庶民受苦 我的家仇 比起百姓之安危来 实在是微不足道 所以 你认为这宝贝 还是暂时消失为伤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日 我与梅林出来你的客栈 看到有守堆车上 落下的那些黑色粉墓 我早就开始将这批火药 分批运往乡下藏起 这等人 与你素面平生 并无冤惩 就为了富贵荣华 这般处心积虑的加害于你 而你身被国仇加恨 却还舍我求大 有如此报复 在下真是自贪俘辱 是 花大侠到了乡下 可要稍息报个平安 火药已全部运走 寻宝之人也细数不剩 若无人再来搅扰 客栈还能倒得住 这也算是 花某留给梅公子的一点谢意 这个礼啊 我可不敢收 怎么 怕烫手 宋军千礼终须已别 珍重 多谢梅公子 这梅公子不同常人 官人与他是何等身交 萍水相逢 他原本是个要赐我的人 你 门户 你杀了我家老爷 都有他的客战 这我不管 可我提出 你得了他五十身金银珠宝 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 有此事 城 罢子 局 有此事 故事 好 高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